街头巷尾的一个个店铺传递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也给人们带来很多休闲乐趣 一家家或许不那么起眼的小店 却构成了一座座城市的毛细血管 串联起千千万万平凡的真实的鲜活的生活 现在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回暖态势明显 小店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在提振着人们经济复苏的信心 今天这里那么火爆我们都昨天打电话预定了 吃了烧烤喝了饮料还有火锅 消费跑起来经济火起来 随着人们外出就餐的需求增多 餐饮业也迎来了红红火火的消费热潮 部分热门餐厅又重现排队等位的场景 堂食客流的增多 让更多实体餐厅的店主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在经营之道上做出更为深远的规划 自己会做出的改变 学习 把生意会做得越来越好 我们现在更有信心了 街头巷尾冒着阵阵热气的餐饮小店 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实体经济开始复苏 他们也逐渐焕发活力 一位位小店店主也开始忙碌起来 我叫白斌 今年29岁 四年前跟我媳妇开了这家铁锅盾 2012年 白斌和妻子从老家来到北京工作 经过多年的打拼 两人攒下了一些钱 为了将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决定辞去工作 用之前攒下的积蓄 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饭店 自己做老板 来老哥 你看一下今天吃啥 我来这个大鹅 再来一份水饺 行 做这件 好嘞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创业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个角色都比较谨慎 两人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史哥庄村生活多年 这里坐落着写字楼 医院 常住人口也有十几万 人流量很大 这附近的饭店基本开一个火一个 我们这生意还是很火爆的 刚开业就爆满 有的时候不提前预约 根本排排上队 然而红火的生意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他们就迎来了开业以来的第一次挑战 饭店附近原本坐落着一个居住着几万常住人口的城中村 后来这个村庄因为修建高架桥 整体搬迁了 这使得原本热闹的店铺变得冷清 然后呢我们就这么多的员工呢 还要等着吃饭 后来呢我们就想 我们这个铁油盾能不能改良一下 做成外卖呢 又怕顾客接受不了 因为它是太贵了 哪个上班族中午能花一百多二百多的 天天吃我们这铁油盾呢 那就改成一人食吧 试一试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反正最起码吧 每天能应该能进点账 没想到外卖一经推出 订单就不断上涨 这实实在在解了白斌当下经营困难的燃眉之急 也让他有了继续把店开下去的信心 慢慢吃的顾客多了 一船俩 俩船仨的 就是觉得口感各方面还比较经济实惠 价钱也不贵嘛 然后慢慢的就是销量就上来了 一天大概能有六七千块钱左右的流水吧 随着政策调整 餐饮业恢复堂食 虽然当时每天的外卖流水很可观 但是外卖订单的过度增长 已经超过了小店原本的经营能力 唐食顾客的体验受到了严重影响 所以白斌不得不考虑转变经营思路 其实你说咱们这个铁锅炖嘛 吃的就是锅器 外卖拿到家以后它没有那种氛围感 我们当时呢把外卖给砍掉了 坚持做唐食 就是为了提升顾客的到店体验感 以及服务感 为了提升食客的满意度 白斌在综合了大家的用餐反馈后 不断改良铁锅炖的口感 并对焖锅的时间进行了反复尝试 我吃这个排骨啊 就挺好 特别美味 你吃怎么样 是吧 经过改良后 白斌终于尝到了自己满意的味道 但是客人能否接受 他的心里还是没底 今天吃的怎么样啊 挺好的 肉没有以前那么柴了 这不是上回听了你的建议吗 我们把这个肉质换得更好了 行 安哥 那你吃好喝好啊 好 菜品的口味得到了食客的认可 让白斌十分开心 正当白斌以为 小店的生意就要步入正轨时 合伙人却突然提出想要撤资 因为我当时生病了 需要做手术 得花不少钱 然后店里遇到困难了 他当时心里挺不好受的 我也挺难过的 我们这家里面也挺困难 讲得我吧 反正也特别为难 我们自己也是多方琢磨 实在要是这么难呢 也不干了 两人觉得之前这么多苦难都挺过来了 这店不能说管就关 思虑再三 他们决定把老家的婚房卖了 卖房得来的钱 一部分还给合伙人 一部分用来支付妻子的手术费 为了让店里的生意更好 白斌和妻子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 给小店做宣传 有一天呢 我们家来了很多人 然后我就仔细问 他们说呀 是看了我一条视频 有的甚至呢 开车三四十公里 特意过来上我们这吃 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这个自媒体的力量 实在是太强大了 随着小店的社交媒体账号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店内的客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老板还有位吗 稍微等一下 前面有两桌等位的 白斌明白 如果没有这些客人的支持 自己的小店也走不到今天 他想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 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他在店里推出了A套餐 为那些遇到困难的人 提供免费的餐食 他的善举也得到了软心的回馈 他吃完以后呢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中间过了有几天吧 他就带着一个鱼网 我当时呢 就是我们家的员工呢 以为他是又来吃饭嘛 然后就去招呼他 但是他没有 他说我这次不吃饭 我这次给你们送了一个鱼网 能看到你们家卖鱼 现在呢 虽然说有点坏了吧 但是我们一直就逢工不武的 给他用着 通过这一件事情呢 让我感觉到就是 善是相互的 当你对别人好的时候 别人也一样会感觉到 他要对别人好 所以说 我一定会坚持 把这个善良继续传递下去 白斌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下一步 他准备借着经济复苏的 这阵春风 和妻子再开一家分店 以后的话 这边新建一个商场 那边的话 又新建一个产业员 所以说这边以后的人呢 肯定非常多 咱们这生意肯定不愁 肯定红红红红的 每一个人的学生时代 总会留一小部分零花钱 去买文具 一块新橡皮 一支新铅笔 都代表了一个新开始 一份新憧憬 开学前最开心的记忆 莫过于去文具店 置办新文具 如今啊 随着网购的发展 街边文具店 已经成了难得一见的风景 小小的文具店 也因此成了很多人 学生时代最留恋的地方 小朋友你知道 那个宝宝文具店在那块吗 在前面一条路口多转 一直走你就会看到 宝宝文具店是在马当路 在复兴搜户 再往前走一点 差不多得到了 宝宝是一家文具店 如果你第一次来 可能会怀疑定位 是不是出了问题 马当路420号 明明是城管执法队 但只要你多走近几步 在右手边楼梯口的上方 宝宝在这里几个大字 立刻跃入眼帘 文具店位于上海市中心 新田地附近 一幢沿街楼面地下一层 几千种琳琅满目的商品 堆满了每个角落 小店主营 笔 纸 橡皮 等一般文具用品 也有像贴纸 手杖 玩具等 各式小玩意儿 老板刘兰是一名 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今年64岁的她和老伴一起 经营这家文具店 已有32年的时间 两块 两块 十块 三块 那个时候我的店叫达峰杂货店 就是邻居他们不说达峰杂货店 就是说到宝宝那里去 宝宝是我家的儿子 小名叫宝宝 后来我就把我们家的达峰店 去改过来 改了一个宝宝文具店 就是一直到现在 三十多年来 从1991年开始 在新天地电影院附近 经营杂货店 到2001年 搬到如今的马当路 在上海日新月异的 发展进程里 这家文具店 已经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在十多年之前吧 是真正的网红 附近的好几个学校 放学了 全部到我们店里来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网上买东西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到实体店买的 小伙子经常要来这里买东西 第一次来的时候 爸爸说 这是爸爸小时候 来买文具的店 他说你来看看 这也是我们老顾客 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对对对 25年都不止 对对对对 好多我以前的 最老的老顾客 现在都已经做爸爸 做妈妈了 都带着小孩来 有的其实路过了进来 他不买东西 他进来就是怀旧 去看一看 他们也高兴了 我们以前觉得 宝宝文具店的东西 都非常的轻盈 所以就很喜欢 去宝宝文具店 因为周边都没有 像宝宝文具店 这么全的东西 文具店还是要多一点 因为小朋友还是喜欢 在当场选的感觉 和大多数实体店一样 这家老牌文具店 也没有逃过 线上网购的影响 在几十年的经营时光里 刘兰和老伴儿 第一次开始犹豫 是否应该将文具店 继续下去 大家都能感受到的 生意确实是难做 如果不开的话 他也知道 我一定很难过的 他有时候就会 无心中劝我 他说 总归有那么一天的 但是人家一下子买东西 你没有实体店不行 好多东西 老师说明天要 你什么东西都到网上买 不能解决问题了呀 所以实体店 老百姓还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希望它 一直存在下去 已经店很少了 为了更好的 将文具店经营下去 刘兰也开启了自救之路 第一步就是改造空间 以前呢 这个是一个 不要的纸板堆成的 找了设计师以后呢 根据他们的高低 专门放 就幼儿园 小朋友的东西 然后把这种脚啊 都把它封好 就怕宝宝他们撞上去 那像这里的东西 我们就知道了 它是幼儿园 小班 就做得再低一点 他们就要看啊摸啊 拿着一个小篮子 它就感觉不一样了 这些呢 就是一年级两年级的 能够看到 让他这个玩具展示出来 他们看到以后 就是不买 他们很兴奋 到这里来就是 爸爸妈妈最好的奖励 包括老师给他们最好的奖励 然后他在里面晃 晃啊晃啊 很开心 拿着小篮子 一晃就是半小时 爸爸妈妈有点 站了有点累了 设计师呢 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台子 家长们可以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 文具店通过规划 在原本狭小的店内 不但打造了一个休息区 还对店内文具进行了分类分区 优化了线下购物体验 让空间更加灵动 我们店里就是改造了以后嘛 就设计师帮我们就是分区了 好比说这里是贴纸的 他就帮我们设计了一个喜欢你 就贴贴我 让人家一看 这里是买贴纸的 帮我们设计好 就是标识贴 让人家买东西 一找这里是本子 这里是玩具 你看这个小布贴对吧 小布贴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这是应该说我将近十年之前的产品 好多衣服脏了坏了 他们就用这块布贴上去 那么这件衣服又可以继续穿了 宝宝店不仅为学生们解决了 平时学习所需的一些文具 更是周边居民眼中的便民宝藏店 这个货架呢 其实这里的东西啊 一点效悦都没有 就是为了让好多人怀旧 我先生说不能改造 老顾客进来 你如果全部改造了新了 人家就感觉没有怀旧的味道了 礼品店基本上没有了 那么我们还是保留着 还是有居民的 有时候买买小台灯啊 就是常规的蜡烛啊 笔筒啊 这些呢都是老百姓平时的 洗碗的那砂球啊 洗洁精啊 我们都给它备好 这个四八 这些话 change 我们都给了 这个砂球 找来的 很小的 们可以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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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个 小难 不 温度 就是 沉 有时刻顾客到我店里来买东西 我店里没有 第二天 第三天他又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想办法去把他的货找到 哪怕这个声音是几毛 我们都会帮顾客解决问题 刘兰用真心守护着这家店 也守下了藏在上海街头巷尾的珍贵故事 更是守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新的一天开始 宝宝店又迎来了新的顾客 每一份订单都是刘兰与老伴 对于未来的一份习记 更是对美好未来的信心与期盼 现在真是春天也到了 一天比一天好了 理发店是我们大部分人 每个月都要光顾的场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时至今日 大家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外形 这一行业的称呼 也从理发变成美发 在繁华都市中 高档理发店兴罗齐步 让追求品质生活的年轻人 蜂拥而至 而在社区周围的美发小店里 一位为理发师凭熟练的理发手艺 真诚细致的服务 从早忙到晚 今年48岁的曲金凤 是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 一家美发店的老板 这天早上 她早早地来到 三街坊西社区办公室 和社区罗主任商量 几天后参加社区 为老服务大吉公益活动的相关事宜 主任在吗 我正想为这个事找您 为老服务大吉 活动当天 为我们社区老人免费理发呢 行 挺好的挺好的 没问题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安排主任 好的 到时候过就可以 好 行 曲金凤每个月 都会和社区联合开展公益活动 到时 她会带着店内员工 为社区60岁以上老人 免费理发 而这个活动 她已经坚持了近七年的时间 2003年 二十几岁的曲金凤 从张家口来到北京 机缘巧合下 她从别人手里盘下了这家美发店 从当初对美发行业的一窍不通 到现在的行家离手 曲金凤一干就是二十年 美发店就在三街坊西社区附近 虽然面积不大 但人气兴旺 社区居民是曲金凤主要的服务对象 今天是2月2 就是比较忙的一天 但是我们要做好 在忙中不晚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要把每一位顾客服务好 好吧 好 琪姐你今天在啊 对在 你今天想理发 对 趁着2月2弄一个头发 对 在2月2 剪发是个好兆头啊 对 趁你在你家里给我剪一个 行行行没问题 那你把衣服给你剎起来 谢谢 在里边给你洗一下 我是居住在这个小区里的 也在这个小区上班 我来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这个理发师很专业 因为我想烫头发 他拿尺子去量我的头长短 然后跟进我的长短来定卷 一般我去那么多理发店 都没有这样理发师傅来 就是这样拿尺子来定卷的 我觉得很专业 然后我就喜欢上这家店了 在多年的经营中 区姐 我们这家店的顾客 其实主要以小区居民为主 流动客人比较少一些 因此技术和价格才是最关键的 他们也会给我们说一些好话 我觉得 二十多年的顺利经营 这家藏在小区里的美发店 却在2020年开始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其实特别特别困难 甚至自己都有不想干的想法 但是又想象这么多兄弟姐妹 所以我后来还是想想 就是说坚持再去做下去吧 就想尽一切的办法 去怎么拯救我们店吧 为了维持店铺经营 区经营开始尝试寻找 合适的自救方法 优化服务流程 服务手法 建立顾客微信群 方方优惠券等一系列方法 留住老顾客 吸引新顾客 我们也会研究一下 做一些小视频 在上面制作一下小图片 朋友圈也会散发一些这些东西 也就等于是 就像以前地推一样的那种感觉 这一系列的自救措施 让美发店的经营情况 逐渐发生好转 西金凤也希望 通过展开公益活动 能够为社区居民做些什么 正月一过 小区里的老人们 也开始陆陆续续 提出了上门理发的需求 家住330号楼的顾大人 因膝盖捧刺 平时几乎很少出门 近期他要出趟远门 与在苏州工作的儿子相聚 为了让多年未见的儿子 看到自己的好形象 他特意联系居金凤 希望他能上门为自己理发 您坐这儿 您坐这儿 这腿有点不方便 是吧 对 确实是 那我就给你好好理啊 让你理得帅帅的去见儿子 让儿子看见你的精神状态 还挺好的 是吧 对对对 我每次上门都是我自己 都是好顾客啊 都会过来给理点 好 个人 是不是 我要不要走 我自己讓我去 然後我才會就要走 我那個人都要走 我又要走 你這個人都要走 我又要走 你的走 我會不會走 拿著打電視 你這個人 我會去 媽媽 你這個人 這是我 這次 dues 说人回家了 阿姨叔叔 这是我们的电话 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 我可以给你上门去理发去 这是我们的店名 随时给我打电话 随时会去给你回家理发去 行行行 那阿姨也慢点 幸福从头开始 温暖重新出发 乐观积极的曲金凤 在一个个自救措施中 把握住社区消费人群 从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 让温情在邻里社区中传播 也让小店在未来经营之路上 谋求到更大的发展 一层的小店经济 蕴藏着大活力 小店经营者们更是摩拳擦掌 满血复活 饭店重现一桌难求 文具店里人头攒动 理发店内勃勃生机 夜市摊位前人流如汁 这样热热闹闹的场景 正是人们守望幸福生活的 乐观心态 也在唤醒着 一座座城市的活力 感谢观看